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石壁水塘 下巴士後 沿著馬路向石壁郊遊徑入口出發 今天我們向高難度挑戰 要去打山界的西九牙 這隻是九牙嶺三隻牙最險要的一隻 西九牙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 就是斜 有多斜就知道 這次我們的行程就由石壁水塘開始 走經石壁郊遊徑 再走上西九牙 途經一線生機旁邊 再登上鹽黃壁 經斬柴坳 去到昂平作為終點 行程是7.5公里 需時是5小時 難度是爆升 5顆星 好 來到這個 郊遊徑的入口 好了 我們現在身處石壁郊遊徑的入口 我們今天的路段 其實和石壁郊遊徑是一樣的 大概去到三分之一之後 就會分到陽標 我們就會進入西九牙的路段 好 我們去過橋 好 我們去過橋 好 我們去過橋 先看看 這個位置挺漂亮的 這些地方是在日本製造的 對呀 好 現在身處石壁郊遊徑 應該這一段還是郊遊徑 所以路應該都很輕鬆 除了斜之外 我們今天會不會遇到人呢 感覺好像不會 好像不會 我們踏了兩條樓梯 都突然間很多 對呀 好急 我也是全是 尾身 好大的蟲果 好漂亮呀 好完美 這段路很漂亮 以台灣的說法 這裡就是綠色隧道 好 剛剛我們從郊遊徑入口 大概走了半小時 穿過了很多所謂的綠色隧道 現在來到一個比較沒有樹蔭的地方 看出外面 就可以看到石壁水塘了 對呀 我們剛才從對面走過來 看不到對面的路 但對面還看到我們這邊 對呀 我們走了五十分鐘 就來到這裏 這個西九瓦的入口 很明顯的寫著西九瓦三個字 好呀 你看到嗎 有很多絲帶 那些人應該是由這裏上去的 那這邊看回來就是石壁水塘 我們剛才在下面石壁水塘那個大壩那裏走上來的 那如果不上西九瓦一直去呢 那這裏有條路的 那就可以沿這條石壁郊遊徑走上往平的 那難度相對低些 那但是今天呢 我們就決定挑戰這個五星的西九瓦上去 好了我們現在在這個分鎖口呢 就上這個西九瓦了 那就看到這個西九瓦的字 就是這條路的正式上去 那這裏都應該幾斜的了 之後應該都要手腳並用的了 那我們現在正式向難度挑戰 鉤的 那 鉤的 不知道 我還在那裡 中文字幕——YK 好 嘩 都很斜 上這段路都很需要體能 你厲害一點 你單手 沿路看看這條路 就是這樣了 下腳位又不多,又斜 什麼? 就是這裡的路 下腳位不多,又斜 照他的體能 無必只有一雙不滑的鞋 對呀 嘩 我已經脫了電氣 很老 看來真的不一般 好 休息了一輪 繼續向前邁進 繼續向成為大佛背後的男人 進發 要過到大佛,我們要經過炎王 是啊 炎王壁 是啊 嘩 開始這個山勢掩耀了 嘩 哇 穿著鞋影航拍的人 是啊 在那邊跑那些 很棒 我們現在就身處在西九雅的山脊上面 現在 兩邊都是懸崖來的 極之危險的 我們還要在 這些懸崖山脊上面 的巨石上面爬 嘩 嘩 那邊有空 是 回望後面 後面還是比較舒適的路段 前面就是 我猜第一間過了這部 是 不是,旁邊又過了 是 是 這個旁邊的路 你看 喂 喂 哈哈 什麼 哈哈 哈哈哈 眼前的挑戰充分了頭腦 是 他想過 之後就只說 只有這條路 是 哈哈哈 哈哈 我們都在這裡休息一下 他口 嗯 我的臉開始冷了 哈哈哈 被他穿了 好,我們走了一個半小時 嗯 放不放好呢 你玩 你玩 你玩不放嗎? 是啊 我上面放不到 我放不到了 你見到嗎? 是啊 你現在這部放不到了 是啊 我覺得你真的在這裡好 是啊 在這裡 有一點點藍先 哈哈 不是,這裡還有日光 我在這裡 這裡是霧光 那上去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是啊 你應該上去你的部機才能見到 一起舞也好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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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開 好 你會不會 好,我們剛才走了一段都幾斜的藍石路上來這個西九亞 現在面對著的就是一片的雲海 那我們也嘗試一下登上這個西九亞 再看看我們接下來的去鄉 希望我們都可以安全地完成我們的旅程 如果看到這段影片的才會發表 我們是安全下山 如果你看不到這段影片的 就這樣吧,拜拜 另一段非常斜的上車 現在的雲在我們右邊 不斷吹過來 略大水墳 所謂頭尖室 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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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一下是 無可避免 好,小心 這段有點危險 滾下去真是拜拜 看下去 真是不知道怎麼找回來 是不是又是另一條路 又是另一條路 哈哈 快點,我都要小心 我都掛機 掛機 快點 這邊先 哈哈 真的嗎 安全一點 這邊也不會滾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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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技術和體能之外 還有一些膽量 嘩 我們剛才 用了大概 15分鐘 上了這條斜路 我們現在的高度是 558米 所以我們拍升了100米 突然拍升100米 所以一吋氣 都是正常的 嘩 嘩 嘩 這條路真的 暫時我覺得這個位置最危險 算這個床 右手邊 看看 九十度的魚崖 這裡是 左邊就 十度左右 這個魚崖 還是滾下去 就應該找不到 所以就是 不要隨便來這裡 咦 是不是 瓦尖呢 又是瓦尖 是不是呢 等了很久 剛剛是這裡 對 下面應該是一線生機 哦 對呀 叔叔在前面 Hello 好 我們走了 大概差不多 三個小時 來到這個 一線生機 一線生機 其實就在我身後面 但是 但是 現在 在雲裡面 我能見到 就太低了 那麼 如果細心一點 就看到下面一條路 下面就是一線生機 那麼 左邊這條路 就是通往鹽黃壁的 那麼我們在前面 就應該會 用剩餘的體能 去匯一匯我們的鹽黃 好 我們現在在 一線生機旁邊 亦都在迷霧裡面 那麼我們現在繼續 向這個鹽黃壁出發 好 行 我現在在鹽黃壁 好大風 那麼 濕濕 有點 雨粉 那麼 亦都身處一個 很斜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啊 現在說話 開始要大聲 對呀 說話都要很大聲 現在很濕 那些汗呢 浸著那隻鹽 好辛苦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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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一下拍給大家 我為什麼想斜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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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這裡拍攝 這裡拍攝 有遊行嗎 開張照 那些小鳥 哎 哎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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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唉 到一個小鳥回頭的一塊石的景點 大家看看這塊像不像一隻小鳥 回頭我就不太明白了 但也挺有趣的 它是一塊巨大石上有一塊零形的小石頭 也不算小的,有一個人那麼高的 反而它下面有一個峽谷是挺有型的 大家看看它,雲墓就在下面有型 其實這裏都是一條路 我也嘗試下去,但因為太大霧,有點濕氣 這裏的石頭都非常滑 我決定還是不要下去了 打卡拍的照片就回頭了 我也回頭了,大腿也回頭了 那我們轉身往後面 向這個斬柴駕出發 我們剛才過了小鳥回頭石,大概五分鐘 上到這個斬柴駕了 斬柴駕這裏有一個紛爭口 有些清晰的爐牌 它是好玩的 對,挺好 好玩的 我也是好玩的 但真的想不到最難的一開始 是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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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開始有點亂的 你說到嚴妄 嚴妄被採私的大陸 對,採私的大陸 但剛才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真的一點都不是 是 我們會走這一邊 下斜 大概走 他說走半個小時 就可以回到安平 安平三陸 好 那我們由 斬柴駕下來 沿路應該這一段都是 這些石樓梯 傳說是有成千級的 根據剛才那個叔叔所說 好,我們過了鳳凰敬這個牌坊 就來到身後這個心經簡林 我們剛才在斬柴駕 走了半個小時就來到 那這裡其實已經是安平的範圍了 那 看看路牌 那就知道 在這邊就可以向安平360 天壇大佛 和巴士總站回去 我想應該走十分鐘左右 那就可以 我們慢慢出去 市區 叫做市區 以發展的地方 挑戰 好,我們來到我們這次行程的終點安平了 那麼 現在這一刻是奇景來的 很難得是 見到安平是沒有遊客的 你看看這裡 你看看這裡 是啊 大分面前 大分面前也有很多 很多 不過這些是牛屎 牛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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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很熱鬧的安平小集 現在就變成恐怖人 我們就不進去了 我們就 在旁邊 直接走出巴士站 說一下 我們就不進去 我們就不進來 很靠很多 都要望 走吧 那麽 拿筏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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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